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美报美妆巧品店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可有为两年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呢 终于要在12月的31号呢 发行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了 这也是林俊杰呢 在加盟新东加华纳唱片的第一张真集 因此呢公司也是十分的重视 那昨天呢也专门为这些在北京举办了 一场发片100小时的倒数仪式 马上呢到现场去看看吧 3 2 1 手握加油枪 昨天林俊杰在北京举行新专辑 发片倒数100小时启动仪式 因为这是JJ加盟新东加厚的首张创作专辑 唱片公司也投入大手笔 不仅让JJ去欧洲拍摄封面和MV 现场还特别准备了一台镶嵌9000颗水钻 价值千万的钢琴 让JJ现场弹奏 现场深情演唱第一首主打歌《学不会》 接着让台下歌名领略到他在音乐上的才华 然而对音乐有绝对掌控力的他 在感情方面却和普通人一样 会面临挫折和低潮 谁不会这首歌所讲述的 正是林俊杰对感情无法掌控的忍耐 我算重感情的 所以自己面对到一个有可能的对象的时候 我都会很用心 很失情的去面对这种感情 因为对于我一个艺人来讲 其实要真正去找到一个 能够完全体谅自己 完全我也能够去 全心全意付出的一个对象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其实难过的是在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对象 可是却又不能够 有自己预想中的那个结果吧 把感情上的领悟写进歌曲 其实换个角度看 也是身为音乐创作者的幸运 接下来JJ马上就要进入新专辑的宣传期 不过在发片前 林俊杰却不慎患上感冒 让歌迷非常担心 其实从发片之前 我在做专辑制作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感觉快要感冒 快要感冒了 可是我就一直压住 就是吃些维他命 然后多休息 然后在宣传期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礼拜宣传的 每一天都有去看医生 然后去连续四天去打了针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好 可是我喉嚨还在小发炎状态中 所以还是挺沙哑 所以希望赶快可以好起来 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表演 很多的歌曲要唱 而且这次歌很难唱 然后还有跨年演出 要赶回去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 希望JJ快点康复 接着黎明北京外道 看来这个林俊杰对他自己的那段往日情 还真的是刻骨铭心 那和林俊杰相比呢 刚刚和男友分手的林依晨就明显洒脱多了 不仅呢工作满当 而且还抽空给自己的表姐当伴娘呢 难道他不怕受刺激吗 台湾偶像剧一姐林依晨 因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再度爆红 昨天他身穿米色春装 为某品牌包包拍摄宣传照 气色红润的他 一点情商的感觉都没有 圣诞节刚刚过去 而林依晨也透露 这个假期一点也没闲着 就是当表姐的伴娘 然后有一种 就是拍戏被发通告的感觉 因为五点要书画 所以四点都要起床 然后整个一轮 又有那种什么迎娶啊 去乎镇事务所啊 然后婚宴啊 婚宴之前要彩排啊 婚宴之后又刚好夜单夜 就安排那种 交换礼物的 在那种唱歌的地方的 怕啊 所以等于整整 二十四小时没有合眼 最近偶像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热潮 似乎也红到了韩国 林依晨和陈伯玲 在剧中的结婚照 甚至遭到 某家韩国著名杂志的盗用 成了杂志封面 对此林依晨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相信那种不太了解 但是好像是韩国的杂志吧 但是可能相关单位 也会去 去 去 发了后面的后续 那 应该 对啊 可能这部分也不是我们能 能去那个 对 老汉天台北八道 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的林依晨 凭借着电视剧 我不可能爱你 事业再闯高峰 其实呢 在娱乐圈像林依晨 这样年轻有为的艺人 还真不在访数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下 在即将过去的 二零一年里 三十岁以下的艺人 谁的吸一金能力 最强哦 娱乐圈一向是一个 你方唱吧 我登场的大舞台 一年之间的风云变换 足够让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艺人 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尤其是那些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艺人 和前辈们相比 因为少了多年的人气积攒 一年的时间 也更容易让他们 在娱乐圈的地位产生变化 那么在二零一一年里 这些年轻的明星们 人气如何 是升是降 还是原地踏步 让我们把他们的收入 排一排 一看便知 二零一年 华语娱乐圈 年轻富豪排名 第五名 阿萨 年收入 三千零八十万元 今年是二十九岁的 阿萨最后一次 进入年轻富豪榜 虽然总收入比起去年 下降了五百万 但名次却前进了一名 今年阿萨的迄金重心 依旧放在广告代言方面 全年至少将 十个广告代言收入囊中 轻松入账一千六百万 但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总收入 所以下降 是因为阿萨 今年只拍了一部电视剧 片球收入仅有三百六十万 而原本是重头戏的 2011TIS世界巡回演唱会 到目前为止 只开了四场 入账八百万 不过还好在商业活动上 阿萨力挽狂澜 而同时投资有道的阿萨 也在物业投资上 收入不菲 终于保住地位 进入前五 第四名杨幂 年收入三千五百九十六万元 作为前五强 年龄最小的明星 25岁的杨幂 凭借11部电影 以及三部电视剧 横扫大小萤幕 片酬收入高达两千万元 与片酬一起飙升的 还有她的身价 2011年 杨幂的代言费用 已经由一年前的 一百万涨到 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 所以今年杨幂的 广告收入高达一千二百万 而平凡出席 各类活动的杨幂 在商业方面也很给力 仅这一项 就把三百九十六万 收入囊中 纵观杨幂的收入比例 虽然占大头的 还是拍戏的 两千万辛苦钱 但新生代小花旦的 袭击能力 还是令人惊讶 第三名 TB年收入 四千两百五十万元 因为已经年满三十 Celina和Ella 被剔除排行榜 SHE三个好姐妹 同时上榜的情况 从今年开始就不见了 但是二十八岁的Hibi 却依旧给力 单飞后的Hibi 发展势如破竹 新唱片带来了 一百五十万的收入 音乐会和商业 也入账六百万 更兴杀旁人的是 Hibi一年超过 十个的商业代言 这种在明星眼里 最轻松好赚的工作 给Hibi在2011年 带来了三千五百万的收入 让人不停感叹 出道早就是占便宜 SHE多年经营 打下的好基础 现在都是真金白银的 商业价值呢 第二名张亮颖 年收入四千六百六十七万 不可置疑的唱功 一年一张高规格的唱片 各大音乐颁奖里的 常胜将军 超女出身的张亮颖 在歌手的道路上 越走越专业 作为内地 唯一亮相格莱美的女歌手 张亮颖高端音乐人的形象 为她带来了 两千五百万的商业演出收入 和总价 一千三百六十七万的 几个知名商品代言 今年张亮颖开了四场的 《我的模样演成会》 也让她入账八百万 而最近有媒体甚至爆料 她的年底商演价格 飙升至一百二十万 二十四小时 就可吸金三百六十万元 怪不得从去年的第四名 竞争至今年的榜演 第一名 李宇春 年收入五千一百一十万 光凭商演演出 李宇春今年便入账了三千六百万 这项由六十场山岩所带来的 占到了李宇春总收入 百分之七十的收入 进一步验证了 李宇春是当之无愧的 年轻明星中的人气王 在强大人气的支持下 李宇春一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万的广告收入 当然犹如探囊取物 而作为歌手的她 今年的弯命演唱会 也有两百万的收入 而相比于这些收入 李宇春拍龙门飞甲 所获得的六十万 似乎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但是作为新手上路的演员 李宇春出演的 却都是大导演大制作的电影 起点之高 对未来帮助之大 就真的不是区区六十万能衡量的 看来李宇春的目光 可不仅仅只放在问鼎几年上 纵观2011年的排行榜 我们发现 今年上榜的明星 平均年龄明显下降 从去年的28.5岁 下降到了今年的27.2岁 更新的面孔 更加年轻的明星占领了榜单 这些交替上来的新鲜血液 在2011年 让华语娱乐圈更加的精彩分成 而同时有着年轻资本 和超高人气的他们 无疑在明星这条路上 能够有更大的后劲 谁说华语娱乐圈青黄不接 看看这份榜单 未来的天王天后 都在摩拳擦掌呢 今年呢 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的结婚年了 这个步入结婚 变成的明星呢 也是一个接一个 那就在2011年 马上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又有两位明星 公布了自己的喜讯 一个呢 就是彼岸的鼓手叶世荣 另外一个就是女星元丽了 据报道 48岁的叶世荣 将在今天迎娶 比他小22岁的 内力嫩魔张伟玲 网友们还搜索到了 两个人的结婚情景 大家也纷纷送上了祝福 而女星元丽 在今年的12月初呢 就在微博上被人爆料 与一位杨律师结婚了 那当时袁丽呢 并没有承认 而且对这位爆料者 十分的愤怒 可就在昨天 袁丽带着杨老公 在一档电视节目上亮相了 在节目中 袁丽亲自给老公 制作了一份可口的红烧肉 而节目组 也送袁丽老公三样礼物 分别是搓衣板 马桶加马桶刷 红枣加花生 好的 聊到这里呢 我们也马上关注一下 也同样是在今年结婚的 范范范范范范的最低家庭 皮肤学院的范范范范 受邀担任某品牌代言人 近日她为该品牌拍摄广告短片 拍摄中有一幕戏份 是要范范将手横穿水帘 而这简单的一幕 就让范范一直想笑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的时候 高一点好像是要 打人家的感觉 我想说 哦 那这世界上 唯一能表达巴掌 你看也只有黑人吧 所以它很高 我就可以想象 不达巴掌的感觉 老板天台北报道 欢迎回到美宝美妆巧品店 都加关联过去的娱乐 老板天 大家好 我是杨阳 电视剧《青史黄飞》 让林心如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就尝到了不小的前头 如今她更是冲胜追悸 拍摄起了都市爱情剧 姐姐力正向前走 她更是找到了三个帅哥 与她共苦练起 到底是哪三位帅哥呢 马上看看吧 由林心如担任制作 兼主演的电视剧《青史黄飞》 创造出不错的口碑与收视 日前她也获得年度最佳制作人大奖 让她对当制作人更有信心 最近她积极筹备 制作一部时装剧 姐姐力正向前走 并亲自挑选汪东城 胡斌 林更新等帅哥一同入境 片中她跟三位男主角 都有暧昧情绪 不免被人认为有自肥嫌疑 剧中林心如将跟汪东城大谈姐弟恋 两人前不久也被拍到一起看电影 对于被爆出绯闻 他们也赶快借记澄清 其实那天那个谁更新也在 对啊 他们硬把他撇掉 大家就是看主做故事 对对 因为那时候台风嘛 然后他们也刚到 想说我们就去吃个饭看个电影 这是演员见见面这样子啊 你怎么流那么多汗啊 因为他讲到尴尬的话题 我也很紧张 林心如时也蒸蒸日上 现在将重心全部投在了戏剧制作上 虽然一副女强然的姿态 但她表示并不排斥姐弟恋 我觉得年纪 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啦 就是要看那个思想啊 然后还有心理 是不是也是这么幼稚 太幼稚我就没办法 我觉得我蛮成熟的 不幼稚 感觉大东已经准备好了 欣如不妨考虑一下 而之前为亲属黄飞演唱主题曲 让欣如遭网友狠批 这次她说什么也不唱了 因为这次主题曲我唱的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帮我挡着 来谈个姐弟恋也不错哦 继续恋爱青蛙可以 台北采访吧 林心如从演员到老板 样样都很精彩 而今马影帝黄渤呢 现在又玩起跨界了 当起了导演 那优差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十万昨天也是正式开机了 不知道她第一次当导演的感觉如何呢 别看黄渤一脸的无辜 满腔的无奈 其实对于这位金马影帝来说 指导一部短片还是游刃有余的 一开始拍摄 黄渤就收起了笑容投入状态 看黄渤架是十足的样子 难怪连顺道来探班的好友刘一伟 都对她的导演出女作信心满满了 我跟她说要说开始 然后完了要说停 其实做导演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只要你有足够的想法和足够的经验 她拍那么多戏 跟那么多大导演合作过 所以基本上现场的操控力都不是问题 刚才我们也都看到了 反正拍的还挺显瘦的 大家都知道黄渤擅长喜剧 当年就凭借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在影坛打响名号 年龄九年让她拿下金马影帝的斗牛 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喜剧 那这次由她指导的短片十万 是不是也充满了笑料呢 结账说吗 不 好 讲一个 长得比我还难看的男人 王迅演的 和一个漂亮姑娘 在一个酒店里面邂逅以后 关于生与死的故事 我刚才看了一段挺搞笑的 期待黄渤的导演出女作 乐文天北京报道 昨天在台北呢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直线摄影展 那么在当天的摄影作品当中呢 无一例外 这个主人公啊 都是大明星 那在当晚的作品当中 最吸引眼球呢 就要数艾瓦全世的十生虎神了 在少数民族少年的歌声中 台北最热门的大人物慈善摄影展 揭开了最后一幅40号作品 原来是天后夏雅轩的十生传说 片中艾瓦上半身全裸 只用双手遮住胸部 这可是艾瓦入行来最大的尺度 这两位大师的手下很有安全法 对他们很让我可以很放心 李奇裸身 绝不脱下假睫毛的艾瓦 更怕偶装 不过为了公益 视假睫毛为第二生命的艾瓦 还是拼了 我虽然刚合作那么久 但是这假睫毛真的是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是他必备的 可是我觉得那天出我意外 一看艾瓦讲艾瓦说 好啊 然后在画的过程 他还说这不要不要 这不要太多 他其实很害羞 多年以前是我第一个发现 他有料的 对不对 他保守 他保守死了 他在国外 我都不晓得怎么过的 虽然工作团体熟能生巧 但拍摄这张作品 艾瓦还是吃足了苦头 洗发精 整个头都是洗发精 而且其实很冷 因为没有什么 你知道 避体的东西 然后要拍的时候 必须告诉自己 就是很专注 我不知道我要给的东西是什么 眼神中也不能有畏惧 取材自少数民族神话的十中传说 获得一致好评 难怪阿瓦在现场开心的 跟少数民族小朋友 跳起了屯领舞 更自掏腰包 以30万起价 希望将自己的照片带回家 我是真的很享受 还是说自己还会到时候在家吗 跟着自己呢 我希望可以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就号召更多人 对号召更多人 其实不只是自己这个 是整个大人物 整个慈善活动 因为真的推动个慈善活动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大家是在无常的做这些慈善的事情 真的除了希望自己可以多做一些什么 为世界或社会 也希望世界社会可以多回应点什么 为慈善 艾瓦牺牲不小哦 接着沙比黄山瑞台北采访吧到 今年12月呢 在台湾发片的歌手啊 还真是不少 除了夏雅轩呢 任贤旗和张杰 也都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歌手张杰 由于是第一次在台湾发片 所以作为老婆的谢娜 也是十分替老公紧张啊 夫上夫随的一起飞到了台湾 这小两口感情好的呀 还真是让人羡慕呢 昨天亚洲天王任贤旗 与大陆小天王张杰 在台北一同参加了欧帝主持的 我爱男子汉节目的录影 凭借着选秀节目脱颖而出的张杰 此次来到台湾发行自己的全新专辑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第一次来台湾做宣传 老婆谢娜自然也贴心随行 这让身为好友的欧帝羡慕不已 爱像谁 我只能说了这个演艺圈里面的神雕侠侣啊 张杰谢娜 我们大家都非常祝福她 和张杰一样 魁伟歌坛三年的人先旗 这个月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 不信邪 而这张传辑更是请来了亚洲人气天团 五月天来单纲制作人 为什么会挑撞五月天呢 在其现场也给出了答案 五月天是一个很坚持跟那种执着 然后对音乐付出热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对我来说 因为前阵子大家都知道 这个音乐被非法下载 跟那种盗版的威胁的时候 唱片公司的资源 我们做专辑的预算啊 时间都被压缩了 那五月天就是管你的 就是老娘跟你拼的那种感觉 老爷吧 我是那种精神 还是抱着我老娘跟你拼的那种感觉 就是豁出去了 然后我觉得音乐有些时候 如果你努力 你认真去做 大家会听得到 共同的音乐精神 那晚天台北报道 每道每道每道 欢迎来到每道时尚常人环节 通过热情观众的票选 昨天呢 获得时尚常常称号的明星 就是刘希施 恭喜屏幕下方的微博网友 你获得了每道每道商店 提供的精力奖品一份 已经亲底亲底出名的CB一张 好了 再来看看今天提供的候选人 有哪些位吧 他们分别是A 林俊杰 B 林一辰 C 林修儒 李黄博 只要你登录到我们乐阪团的 官方微博 把你心目中的时尚常人 就会获得美报美妆商品店提供的 精美理智一份 以及这些林俊杰 是最千里的CB一张了 好的 在这里呢 还要提醒大家 只要您关注美报巧品 以及我们东南卫视 娱乐乐盘店的官方微博 参与美报巧品2012 我们支持你活动 就有机会呢 获得美报巧品提供的 现代版新美视频 里合了 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哦 拜拜